中文播客 我是Vera 大家好 我是许周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根据规定 在中国大陆呢 你小朋友如果在学校里都是要说普通话的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的小朋友们啊 普通话说的越来越好 可是呢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说方言了 对啊 这个好像在大陆的各个城市都有这种情况 那么在上海呢 好像尤为突出 因为上海呢 可以算是一个移民城市吧 上海市的居民呢 就是大都是来自于外省市的 Vera你知道吗 现在非上海人 就是目前啊 没有上海户口的 从外省市来的人啊 已经占了上海总人口的一半 然后 这些人带过来的子女 没有上海户口的这些子女啊 已经超过了上海的学生 哦 原来是这样 今天的课呢 也是和这个话题有关系的 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课 港媒上海幼儿园鼓励方言被批鼓励启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1月23日文章 原题 上海鼓励幼儿园说 本地方言的试点项目遭批评 作为上海市教委 本月实施的试点项目的一部分 该是20所幼儿园的孩子们 将被鼓励说上海话 而非普通话 相关试点建议 课间游戏时间说上海话 但上课期间还使用普通话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或何时将有更多幼儿园参与该项目 上海本地家长大多赞同该心举措 并相信这有助于保护当地文化和方言 但许多外来家长担心子女将感到被孤立甚至歧视 这似乎使有上海户口的本地人 和往往自称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外来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紧张 应该鼓励保护和传承上海话 一名上海本地妈妈说 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拥入 如今会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 她认为新措施也有助于外来儿童说上海话 小孩确实学得快 另一名上海妈妈说 我们是说上海话长大的 这种方言对我们这代人意味着很多 肖玉蓉是上海人 但她丈夫不会说上海话 她表示已放弃和儿子说上海话 因为这样会使家人感到身份 来自重庆的罗伯特尔染 不赞成试点项目 我不认为我儿子应优先学上海话 他这么小 应该先学普通话 本周四 有关该试点项目的新闻 在社交网络引发激烈争论 这是丑行 上海官员们正鼓励骑士 一名微博用户写道 不过许多上海本地博客支持该项目 更多人则表示 担心此举在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 竖起另一堵墙 为寻求更好工作 而奔赴大城市的中国外来人口有2.3亿 长期以来 他们一直无法公平地享受 与户口绑在一起的教育 医疗和其他服务 其实这个新闻 好像说的是上海的相关部门 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 就是在上海市的20所幼儿园里 要鼓励说上海话 这是一个试点项目 试点 试点就是尝试 要试一试 不是正式的 所以说我们不太会讲 这是上海市教委 尝试项目的一部分 或者说试一试项目的一部分 这个太不正式了 一般的正式的说法就是试点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想先试一试 你就可以说是一个试点 当然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政府的项目 政府的政策 或者整个学校 整个学区的政策 是的 其实试点的内容 其实是在课余时间 也就是说在上课完了以后 两节课当中 这个时间鼓励用上海话 对的 那目前呢 上不清楚 是否有更多的幼儿园 会加入这个项目 诶 上不清楚 也就是说还不清楚 上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语 一般你会在新闻 或者报纸上看到 对 我自己就不会说 说 我明天来不来 上不清楚 感觉就是像古人一样 对的 所以是很正式的一个说法 对 在那些书面上看到比较多 那这个项目出来了以后呢 上海本地家长大多都赞同这个新举措 是啊 你想嘛 上海本地家长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普通话运用的范围是越来越广 那么上海话使用的范围呢 正在逐渐的缩小 有时候啊 家里面的老人啊 包括像爸爸妈妈之间都用上海话 结果唯独这一个孩子 他不是用说上海话 他就说普通话 对的 所以他们都赞同这个举措 那举措呢 就是一般指规定啊 规范啊 或者是一个新的行动啊 行为 举措 好像我们后边有一个词啊 和这个词好像有点类似的是吗 是的 措施 啊 措施 举措和措施呢 都是指一个行动 一个规范 比如说政府要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那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举措 对好像也是和那些政府啊 政策啊 要联系起来 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 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 对吧 这个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举措 很大范围的 然后呢 很有那种 决定命运走向的那些政策上面 对的 A lot of students of Chinese pod tell us while they love to speak and listen to Mandarin they are a bit intimidated to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 in i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at's why we created the 66-character series try it and see for yourself 或者措施呢 它就可以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新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 像刚刚过去中国的春运 就是春节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人 要坐火车回家嘛 那个人是特别的多 对不对 那么可能呢 火车站 或者是警察 他们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就是指某些行为 或者说办法 来解决某些问题 对的 人太多 他可以多开几辆火车 对吧 这样的就是措施 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服务措施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对的 好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 上海本地家长 那么大多数是赞同的 但是有更多的 我觉得 是外来的家长 他们就担心 子女将被孤立 甚至歧视 孤立 你从这个字 就可以看出来 孤就是孤独 对 立就是好像一个人 站在那里 对吧 所以孤立呢 是一个动词 我们会说 孤立什么人 或者孤立什么国家 就是让这个人 让这个国家 变得很孤独 变得只有一个人 和外界失去联系 就没有人去踩他了 这个小朋友幼儿园 有时候会 就小朋友很幼稚 他说 我不要跟他说话了 然后就跟别人说 大家都不要跟他说话了 但问题是 是不是有语言 来造成这个孤立的呢 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对啊 当然语言可能会造成 很多的原因 对的 之后我们就看到 上海一个本地妈妈 她就说 应该鼓励保护 和传承上海话 因为上海话 很快就没有人说了 快消失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传承 传就是传播 流传 就让它下去 然后承呢 就是继承 从你爸爸妈妈那里 从你爷爷奶奶那里 继承这个东西 也就是像有点感觉就是 你前面一个人 给你一样东西 然后你呢 再接下去给下一代人 这样子 像爷爷给爸爸 爸爸给我 我再给我的孩子 对啊 像什么传家宝 所以语言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 都应该传承下去 对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 是本地妈妈的一个说法 那也有一些外地的家长 他们不同意 比如说呢 有一位也是上海本地人 但是呢 他就不说上海话了 因为他的先生 不会说上海话 所以他觉得 如果他和孩子说上海话呢 会让家里觉得很身份 是这样 身份 好像感觉就是 比较陌生 对 这其实是北方的一个词 那他的意思呢 是指好像感觉 两个人的关系很陌生 像陌生人一样的 有关系就 也不能说关系不好 但是就是不熟悉 比方说我新到了一家单位 一个公司 然后我觉得和一些新同事 感觉很身份 对的 因为还不熟悉 对吧 对啊 所以这个妈妈觉得 为了让先生觉得不身份 就不能说上海话了 所以说家里人 不管什么原因 至少不能身份 对 好 那么有的评论 好像也是比较激烈一点 说这个呢 是上海政府的一个丑行 丑 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难看 不好看的 行就是行为 那丑行呢 就是不好的行为 就是要被大家鄙视的行为 对 就像前一段时间 那个多伦多市的市长 吸毒对吧 对 对 这个是很典型的丑行 丑行 对 那所以有人觉得呢 就是上海市政府 如果是鼓励 小朋友们说上海话 也是一种丑行 因为是在鼓励歧视 说到这儿 我觉得其实 你鼓励说上海话 真的是能够联系到歧视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人啊 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我和徐州都是上海人 然后我们两个 可能觉得说上海话 没什么问题啊 对吧 我们从小都说的 对 然后和爸爸妈妈 对 和爸爸妈妈说 我们两个说上海话 不代表说我要歧视你 对啊 对吧 对啊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周边 有很多 包括我们同事 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外地的 据我所知啊 你怎么知道 他们没有觉得 就是说我跟Vera说上海话 会歧视他们 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里 有三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 他不是上海人 那我们说话他听不懂 这好像的确也感觉很奇怪 感觉我们好像在害他一样 对的 所以我觉得要看场合 就是比如说 我们我觉得在家里 或者都是上海人的话 那说一下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 你很肯 你知道这个人 他不会说上海话 那就不应该说 对 而且据我所知 我身边有一些外地朋友 他们是来自外地的 然后他们孩子呢 也是跟随父母来到了上海 然后他们就非常鼓励孩子 学说上海话 多一种语言 多一种技能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本地家长所担心的 他不是觉得说要歧视你 也让你听不懂 因为像我们 我们会说两种语言 上海话和普通话 但是你的孩子 他以后只会说一种话了 这个不是很可惜 对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歧视而因业费时 把那个说上海话这种权力给取消掉 我觉得这就不应该了 那我也觉得如果考虑到这个文化传承的问题呢 大家就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觉得说受歧视了 因为每一种文化 每一种语言 它其实都是有传承下去的价值的 对 是的 而且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嘛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到我们论坛上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38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238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2381 这样子